Hello 大家好,我是湾区接的阿强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中山港口 带给大家是我们的保利国际港场 我们的地处也是港口高出路口 过来大概是5分钟多些的车程 而且我们周边的商业是比较成熟的 你看到我们有保利国际的影城 这边也有个万文汇的商业体在这里 麦当劳、肯德基那些基本上都齐了 也有很多我们的咖啡厅在这里 我现在就带大家进去我们的小楼中心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区位情况 现在我就进来我们的保利国际港场 我请到王小姐和我们作为这个项目的一个介绍 这位就是王小姐 大家好,我叫凯林 我是保利国际港场这边的事业顾问 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请移报到这边 OK,好,谢谢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粤港口大湾区 粤港口大湾区 都众所周知是有九个城市和两个特区组成的 有我们的深管位和我们的广佛少和朱中江九个城市 加香港澳门组成的一个粤港口大湾区 粤港口大湾区的话 它是全球的四大湾区之一来的 已经是超过了美国到金山湾区的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保利国际港场的话 是位于我们中山的这个位置 中山是位于整个粤港口大湾区的一个 思维中心 就是珠江的一个西岸 也都是位于我们中山 琪光山城的北戒门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河门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去中山北站的话 全程就是三公里 中山北站是不是有那个城轨那个 是城轨就是高铁来的 有城轨有高铁 就是由南站去到这个 南站现在可以去到珠海 去珠海那条线 是是是 其实这间中山北站 就是距离我们的项目那里大概有多远呢 三公里 三公里 坐车的话五到十分钟 以后的话会很方便的 因为以后我们中山会有地铁 坐地铁的话就是一个地铁站的距离 就是以后的地铁站就是在 就在我们保利国际港场第一站 第一站 第二站就是北站 所以很方便的 以后这里有地铁到北站的话 就是一个地铁站的距离 这个北站的话 现在已经通车的 有这条港珠轻轨 港珠轻轨的话 在广州南站可以到我们珠海 珠海下车直接过关 就到澳门了 很方便的 是 全程的话 在我们中山到珠海到澳门 都是20分钟 到港珠南站都是20分钟 很方便的 这里坐高铁到港珠南站 都是20分钟 是的 25分钟可以到港珠南站 如果港珠南站 我们现在的客户多数在香港那边过来 那它的交通是怎样的呢 如果香港过来的话 我们现在 香港过来目前的话 有大巴的 大巴的话 可以直达到我们 巷木附近的一个星神花园 星神花园 星神花园 坐车过来到我们这里 都是两三公里一个车程 两三公里 坐车都是五分钟可以到达 很方便 就算坐一点点都是五元左右 五六元左右 那还比坐巴士 是的 所以很方便的 除了可以坐大巴直达到我们这里 是 还可以坐船的 坐船的话 可以直接坐到中山港码头 中山港码头 其实呢 在我们这个保尼国际港场 去到中山港码头有多远备 大概开车15到20分钟 那也很近而已 所以都很方便的 还有以后的话 深中大桥的话 它是2024年会开通的 开通座之后 如果你们香港在深圳过关的话 可以在深圳坐大巴 每天有400台大巴 是来回到我们马鞍洞的 说不清楚吗 是的 深圳到马鞍洞 只需要20分钟 马鞍洞再到我们保尼国际港场的话 都是15到20分钟之间 所以都很方便 明白 到时深中通道开了 由深圳过来就更加方便了 深圳过来到我们河目的话 就40分钟 还有这一条 蓝色的一条 就是叫深茂铁路 嗯 这个是深圳坐高铁过来到我们 北站都是40分钟 所以以后你在深圳过关的话 你除了可以坐大巴过来我们中山 还可以坐高铁过来 都是40分钟 很方便 就到北站 北站落车到我们后面的话 就是一个地铁站的距离了 明白明白 其实我觉得很方便 一样东西 它除了在深圳可以坐大巴过来 在香港各个区都很多大巴过来到这边 是啊是啊 深圳又可以坐直达大巴到中山 亦都可以坐船到我们港口 明白 这个就是一个大区区围图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莞 贵州的一个军价 都已经去到3万到6万 那广州佛山就更加不用说 就是6万军价 珠海的话都是去到3到6万 那现在我们中山呢 是位于一个价格的一个蛙地来的 现在就军价都是不到2万的 军价不到2万 是 现在我们卖的是 现在我们卖的是公寓 那我们这个公寓的这个价钱 就更加惊喜 现在军价大概都是8千左右 8千左右 带装修 哦 又正装了 是 那我们移步到沙盘这里 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区围图 好的好的 我们现在就向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销售中心 销售中心 我们是位于港口大道 和这个世纪东陆一个交汇处的 港口大道的话 前面静走800米就可以上到高速了 是啊 真的很方便 这个高速上了之后 无论你去到粤港澳大湾区 任何一个城市 都是一个中车程 嗯 包括以后深圳都要40分钟就可以到 哦 因为这个都是以后的深圳通道的 其中一个出口来的 因为我刚才在珠海过来都很快速 是的 珠海过来 应该都是四五十分钟左右 是的 差不多 那现在我们卖的单位 主要就是T2到这个位置 T2 T2 T3 嗯 那面积段的话 由39方到84方 39到84 对 39到84 平层的单位 哦 每一户都是大装修 还有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卖点 就是它有一个2米的大洋台 嗯 有洋台啊 每一户都带一个2米的大洋台 哦 很舒服的 哦 好小公寓说有洋台 还要这么大的洋台 是的 现在外面很多公寓 它都是没有洋台的 是的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卖点在这里 嗯 另外一个卖点 就是我们的层高 有3米的 一般的住宅都要高 哦 一般的住宅都要高 哦 没错 住宅都没有3米的 是啊 那我们这个层高就比较舒适 它是天然气 还是什么 只可以用电 哦 正常正常 现在周边的公寓都是只可以用电的 那这两栋楼的话 旁边这一栋 就是我们中山五星级的一个保里艾美酒店 它是法国旗下的一个高端酒店 和在内灯是同属一个集团的 嗯 那中山呢 是只有4间 只有4间 4级的商业 那最后就是我们这个商业广场 是我们自带38万方的一个商业广场 里面的话有很多连锁饮食 有电影院 我们保里的电影院 还有我们的健身房等等 这个商场已经在营运中了 这个商场已经在营运中了 我看到 已经可以 就在对面路口了 对 而且我们现在对着曼文汇都开业了 曼文汇的话它招商都是比较好的 都是一些品牌的 海底佬 星巴克 阿玛尼 这些很多品牌都有入住的 而且它有入住一个曼特影院 哦 其实这里影院有两间 是的 影院也有两间 还有KTV 还有很多一些教育培训机构 那些都有 所以将来这个人的聚集密度都比较高 是的 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就是整个港口的一个CBD 嗯 我怪不得 再二步到这边三个给大家介绍 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大的一个三户 嗯 这里整个一片就是我们保里国际港场 黄色的一面有一万户 一万多户的住宅 已经卖完了 那现在卖的是这个阿玛这两栋 哦 这栋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五星级酒店 嗯 还有我们的商业广场 嗯 港口带到这里上去就是八百米可以上到高速了 哦 哦 这里连接以后现在已经是在建的一个东部外环高速 到时可以直接跟这个深中通道商与通的 哦 到时深中通道通了之后就在这条 可以直接到这里出来 是的是的 哇很快 全程就是四十多分钟 刚才都有讲的 嗯 嗯 那么深圳除了可以开车过来 还可以坐高铁 高铁就是这一条了 嗯 它可以经过深圳东莞 到我们中山北站的 嗯 都是四十多分钟可以到达 很方便的 那北站到我们项目的话呢 就是见红色这一条 地铁一套线 那已经是落了批文的 这两年就要建的了 嗯 它建好之后呢 以后我们一个站就可以到北站 嗯 嗯 除了呢 你说它现在正在做这条地铁线 其实目前来说 就算我去到中山北站 过来那些 都是五到十分钟 是的都很方便的 三公里 直线三公里 嗯 所以不用担忧 这两年它才搞好这条地铁线 是的 完全不用担心 其实现时来说 它的交通率是很发达的 是的 因为现时来说 你到北站都是五到十分钟 是的 哦 OK 那我们整个项目周边的话呢 有市场的话 有这个港口市场 嗯 有美景市场 都是开车五分钟之内可以到达的 嗯 那如果你说医院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 港口的一个地人民医院 嗯 还有我们港口医院都是很近的 港口医院都是开车五分钟就可以到 哦 如果再远一点 大概十几分钟就可以到 我们中山的一个三甲医院 叫做中医院 中山中医院 十五分钟就可以到 嗯 教育那里都 我见到很多 很多附中 尤其师范附中 尤其师范附小 什么都齐 是的 如果你说教育的话呢 周边的话有 港口中学 港口中心小学 还有港口中心幼儿园 还有我们保理入面 最大一个商与幼儿园 嗯 还有我们保理症对面这间学校呢 是很出名的 中山都是派潮山的 哦 华师傅中阔小 是的 这间学校它不需要学位都可以读 不需要学位都可以读 是它是私立的 嗯 就 价钱方面又高一点 嗯 其实对我们中山人来说 可能高一点 但是对你们香港来说 应该不高 它都是三万一个学期 哦 但是对我们中山这边的收入来说 可能是算高一点 哦 因为它是私立呢 私立呢 私立学校呢 它贵一点是正常的 是的 是的 因为它的私资方面都比较好 是的 嘩 我们真的很有共鸣 哈哈 哈哈 那么 还有些什么 接着再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们这一片片区呢 它是为一个奇缸生成的一个片区 嗯 那么中山的话呢 它主要的一个发展呢 就是东坡和北进 嗯 东的话呢 就是讲我们的中山马安岛那边 东区那边 嗯 那边的现在军界已经去到接近三万 哦 嗯 那这个都是中山的一个主力发展 就是东边和北边 北边就是我们这里了 嗯 就是讲奇缸生成 讲我们这个区域 北边 是我们是属于北的 我们是属于奇缸生成的一个 北带门的一个位置 挨着奇缸生成 哦 就是这一带就是奇缸生成 奇缸生成的话 但是它是这个位置 哦 是的 是的 还有我们奇缸生成的话呢 是中山市现在重点发展的一个区域 嗯 它就等同于广州的一个珠缸生成 是对标的 就是广州的珠缸生成 对于我们中山来说 嗯 都是一个高级市场的地方 是的 那这个区域是旧区的 这边是我们的旧区 哦 因为旧区 好像我们四大商圈 所以才会发展这个新的奇缸生成建区 明白 这个奇缸生成的话 将来可以用了 60万人居住 40 还有可以提供45万个就业崗位 哦 可以有这么多个就业崗位 是的 但是有这么多个就业崗位 所以证明它需要外来人员比较多 是啊 因为我们中山上次核酸 都已经核到500多万人口了 哦 是的 什么都不准核酸最准 是啊 那中山北站旁边呢 那现在整个中山都已经知道的 就是大部分人都知道 这里旁边建一个叫做欢乐海岸的 嗯 欢乐海岸的话全国有三个 一个在深圳 一个在顺德 那我们中山这个呢 是全国最大的一个 欢乐海岸 哦 那如果你们有知道的话 好似深圳的欢乐海岸 它建之前周边的一个房价 还有建好之后 它周边的房价是翻了几倍的 明白 这个就是用时间去 争取它的投资机会了 是的 还有这里的话 它到时会吸引很多一些客流量 那些客人来这里玩 那它要住的 那大家都知道 欢乐海岸里边的住宿 最便宜都一千多元一万的 嗯 那我们和它就是一个地铁站的距离了 哇 那价钱相当 是的 所以我们这边天移动的话 就是这个就是放大板 是的 等于呢 到时你如果做民宿 你租两百元一万 你扣除空房子 你每月都有几千元收入的 嗯 如果你长租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现在周边的一个房价 四十方五十方这些的话 现在目前周边是千六到两千之间 哦 有得可以长租的 嗯 长租就是这个价钱 你都可以参考我们这个写字楼的一个价钱 写字楼现在我们租近五十到八十 那我就按最低标准五十去租 那这里五十个方 嗯 那你租五十元一方都可以有两千五元的一个收入 嗯 但是我们这种五十凌方的话 现在的总价都是去到四十万多点 哦 四十凌万 四十凌万 即是你现在是八千松一点 是的 八千左右有 是的 OK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听你讲完区位 又讲完沙盘 那我们是去看看羊板房 可以 我还有一个刚才不记得说 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 我们这栋公寓的话 它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湿地公园 哦 那么好啊 湿地公园的话呢 大概是向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所以的话 这栋公寓和这栋公寓 向南和西的单位都可以看到湿地公园 好 明白了 原来有个这么漂亮的湿地公园的观景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羊板房 好 现在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三十九方的一个羊板间 我们也是用的 交扭标准都是这种指纹锁 指纹密码锁 进来这个位置就是厨房的位置 到时交扭标准的话 这些厨柜都有的 死手盆都有 还有还有抽热烟机 再看看对面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死手间 它也是做到干湿分离的 那里面除了可以拿走的东西之外 其他固定的都是有的 都是交扭标准来的 再进来这个地方 这个衣柜是没有的 到时我们交扭标准的时候 是雨胶漆 场面的话是雨胶漆 地面的话就是这种地砖 里面的家具家电就要自己买的 因为我们是大装室 是没有大软装的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就是客厅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客厅的位置 而步过来这边的话 这里如果你是做直播间 即是放直播的东西 如果你是自己住人的话 这里放一张床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放一张床 出来这边就是阳台 阳台的话我们有两米闊的 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这边的话又做到有些储物柜的 一些可以放些杂物 和放死衣机那些都可以 这个是我们四十九方的一个样板间 它的交扭标准是一样的 都是密码锁门 还有这边的死手间 里面都是做到干湿分离的 里面所有固定的东西都有的 所有硬装都有 再过来这边 我们长生的话 交扭的时候是余胶漆 地面的话就是现在这只地砖 厨房这个位置都有 还有到时这里会有个抽油烟机 但我没有装出来 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工作室的摆设 如果你住人的话 一样的 这边就做一个客厅 这边的话你就可以放一张床 如果你需要分开的 到时这里可以自己建一个推拉门 比较简单些 这里的话开间都有三米六的 阳台的话都是比较阔 比较大 一般公寓来说很少有这么大的阳台 好 刚才黄小姐和我们介绍过 包括我们的阳板房和周边的情况 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周边的环境比我们更熟 你可以和我们再分析一下 就是做我们的项目的一个总结 是的 没错 我们的项目是三大卖点的 第一个的话我们是地铁上沟的一个物业 第二个的话我们是五星级酒店旁边 第三个我们是属于中山的 这个奇光新城的北带门的这个位置 再详细分开我们可以看我们的交通 交通的话我们这里交通网络是很方便的 是的 其实交通很关键的 是的 交通网络很方便 因为我们一出门口上800米 就可以去到一个高速口了 这个高速口也是以后一个 深中通道其中一个出口来的 嗯 还有我们项目的话呢 刚才也有讲到有这个地铁 是 地铁出来的话我们最多走的 就可以去到那个北站 北站的话 之后你无论去到哪个城市都很方便 北站那边的话 它现在已经通车有一个港珠城轨 嗯 还有现在建的一个叫做深茂高铁 哦 深茂高铁 还有两条规划中的地铁 一条叫做中南府 嗯 还有一条叫做港中珠老城轨 都会将来在我们北站这儿交汇的 哦 这儿都成为一个很核心的交通书楼站 是的 可以这样说 嗯 第二个呢 住的话我们讲环境 环境的话我们整个项目的话 是世界大公园围绕的 哦 我们西边的话有一个整个中山港口 一个最大的湿地公园 嗯 南边的话我们保理自己的公园 嗯 还有我们北边的话有一排我们保理的一个湿地公园 哦 在我们的东边的话有一个保理的体育馆 哇 那四边即是东南西北都很棒 四边都是位置公园 是的 所以的话居住的话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商业配套 商业配套我们自大一个38万方的一个商业广场 哦 基本上你有影院啊健身房啊KTV 什么都有天上饮食 是的 还有对面万物园这边都是 都还有一个万特影院的 嗯 周边的话基本上你生活需求落楼就可以满足到 嗯 很方便的 是的 基本上你所说我们落楼在周边的很短距离内 已经是完成完全有我们的设施的配套在这里了 是 布行的话五分钟之内 哦 五分钟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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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五分钟车程之内 是的 刚才黄小姐也有很详细跟我们介绍了 嗯 是在学生工啊教育啊或是我们生活配套啊或是我们的医疗设备都很完善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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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长到一年那些都有的 所以都是可以满足到很多不同的客户 就是说一次性的其实是很灵活的 是可以分析的 当然啊如果你有七天那些可能就 接扣会低一点 是的 嗯 另外一个呢如果你说我都不在乎了一点点东西 嗯 我时间长一点 半年这样 因为呢 我们有些朋友可能这些钱 嗯 有其他投资啊 嗯 一时间你知道不是说买出来买出来的 可能 就是反正各有各个想法啦 反正我们提供了给大家是有几种付款的方式的 嗯 嗯 其实我们现在说到这里呢 基本上我们和客户所交代的和介绍的都很清晰的了 嗯 这次真的辛苦了你了 和我们说了这么久 嗯 我们这些朋友记得就是留意我们的联系电话啦 嗯 嗯